现在是早上的五点半 我们又被本地人推荐来一个钓鱼点 前面几个通通没有鱼 但是这个再相信一些 鱼不好走啊 鱼不好钓啊 还记得这点开阔鱼 这儿一块位置 这个水流是往桥洞底下走的 我们往桥洞底下抛一概 哇 我们还可以 哇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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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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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才勾上两条鱼 一条其实跑了 然后第二条拿出来拍个照 没有拍视频 现在我们试一下 就直接从桥上 因为这个水流实在太大了 就是老把我的耳冲走 虽然在那边钓到两条鱼 但是我发现自己找的最好 我们又回到这边了 刚才又有鱼咬勾了 我们现在换了个钓组 吃也差不多了 也是类似于吸血虫加小鱼的组合 然后加上一个牵头 然后在底下捉 刚才已经有鱼咬了几下 看看今天能不能再上一条 再创辉煌 OK大家可能看视频 那种高手 一会儿拉一条鱼 一会儿拉一条鱼上来 我不太清楚他们怎么弄的 但是在我这边我觉得比较困难 新手朋友不要看到某些视频 好像用哪一种耳 或者是用在哪个地方 好像一会儿拉一条鱼上来 其实真的你要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 哪怕就是你去了一模一样的地方 用一模一样的耳 我感觉手法什么的都都都会有有问题 都会有有区别 哎不知道 反正我们现在也在积累经验嘛 现在呢 就是说大概知道鱼什么时候应该是爱吃什么样的耳应该成底还是应该中间还是要积累经验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新手的话还是这种新口对这种这种虫子最好用对万能的基本上是如果这种清水的话 OK我们继续试验吧我觉得其实也挺好海钓的话可能上鱼快但是然后船长带的好的话的确就是一会儿一条鱼一会儿一条鱼 但是我觉得太简单也没什么意思还是胡钓呢这种安安静静的对不对 在这边抛两杆慢慢的感受那个鱼对这个有时候鱼咬勾了没拉上来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还是有点挑战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钓上鱼的话成就感会更大一些再试两杆吧再试两杆我们天马上亮了开始晒了已经话刚说完来了来了来了 哦哦好大鱼 哇哇这条大了 哇哦 哇哇这条大的 哇哇我觉得这应该是哇我变过最大的一条了 哇哇哇你看我的根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不行,这个得溜了,这个硬拉拉不动了 哇,我对我刚要断 哇,你看这个立刀 哇,哇 哇,哇 OK,你看看,能看见,能看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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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哇,哇,哇,哇 快撤上不了 出来 哎哟 哇,哇 哇靠 我觉得我的,听不动了 哇 oh my god 我气 哎哟,一个手有点淋不动 哎哟,正好勾到他嘴,嘴的上眼 嗯,真的,刚刚说完,这个sinko好用 马上就上一条大鱼 马上就上一条大鱼 漂亮,漂亮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OK,我们鱼吃够了,真的是鱼吃够了 哇 哇,好酷哦 等我一脸 哎,真的,自己的鱼还是好 哈哈哈哈 慢慢来,慢慢来 哇,来了,来了,来了 艾雷克斯 没有没有 艾雷克斯 没有没有 艾雷克斯 这是我的 哇 来,抵住肚子,抵在腰上面 对,拉线 手去拉线 手去拉线 一手拉线去 来,让开 哇 哇 那是大大 来,抓他的嘴 哇 可以 OK 完美收工 哎呀 早上钓个鱼还是非常开心的 真的 这边 Ossos 睡觉时间真的是太宝贵了 要么就是钓鱼 要么就是玩户外 哎呀 太舒服 OK 我们准备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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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